国际上的重要消息 七大工业国G7集团领袖峰会 今天起在日本举行两天 包括美国总统欧巴马等领袖 共同针对会员国所面临的 急迫性问题展开磋商 昨天晚上各国的领袖 已经先召开会谈 日本首相安倍强调 G7应该要积极推动 世界经济持续有力的增长 美日两国也都表示 要敦促英国和德国 对财政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各国也有共识 要让跨台平洋伙伴协定TPP 还有日欧经济合作协定EPA 能够尽早的生效 还有因为巴拿马文件 国际社会对海外避税 也有强烈的批评 峰会也将定出反制的对策 今天开幕了 各方锁定全球的反恐措施 欧洲的难民问题 北韩的各项核武行动 以及东海和南海的和平 都有广泛的讨论 并且争取相关国家的支持 预计明天上午 要扩大讨论的是气候变化 以及能源安全等等问题 到下午再依总结意见 发表共同宣言 不说明天有没有 地平址的讨论是头颜色